小小AI晶片蕴含最强效能 会读晶片大厂 回答最新公布第三季成绩单 营收181亿美元 年增超过2倍 EPS4.02美元 增加将近6倍 双双优于市场预期 前景展望也很强 进行预估本季营收 中位数200亿美元 远高于普遍预期的180亿 年增将继续突破200% 不过回答股价 却在盘后一度下跌约2% 就是因为第四季即将生效的 美国半导体出口禁令 法说会上回答财务长克莱斯 更像吃了诚实豆沙包 表示最近几季 回答受到限制出口的产品销售额 约占资料中心收入的20%到25% 被市场认为是在华销售 大幅下滑的警报之一 东森财阳新闻综合报道